女孩儿得了一种怪病,不听歌就会死 医生告诉她这是脑内旋律症 一旦大脑里响起音乐,就要配合音乐的旋律表演 如果不照做,就会吐血身亡 可刚说完,女孩儿的脑袋里就响起了音乐 医生赶紧给她带上仪器 电脑显示这是一首悲伤的音乐 医生让女孩儿赶紧来一段痛苦的表演 就在女孩儿犹豫时,电脑里发出了警报 女孩儿感到一阵头痛 没办法,她只好乖乖照做 她跪在地上开始表演 突然音乐停止了,头痛感瞬间消失 这说明女孩儿刚才的表演合格 她问医生,怎么才能治好这个怪病 可医生却表示无能为力 不过,脑内的音乐是随机响起的 不是每天都有 一旦响起,只要跟着音乐的节奏表演 就不会有生命危险 目前这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 可女孩儿却不知,更可怕的还在后面 自从患上脑内旋律症 女孩儿每天晚上下班,经常会感到有人在跟踪她 可当她转头查看时,又什么都没有 这天,女孩儿突然发现 新来的同事小黑在公司大厅又唱又跳 女孩儿突然想到了什么 她跑上前询问小黑,是不是也有脑内旋律症 终于找到了知己 此时,小黑的脑海里正想起音乐剧的旋律 于是,她把想对女孩儿说的话全都唱了出来 再加上深情并茂的表演 很快脑海中的音乐就停止了 同样的怪病让两人相遇 他们对彼此更是一见钟情 很快两人就成为了情侣 约会时,他们的脑海里会同时想起一样的音乐 浪漫的旋律让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 直到这天,可怕的事终于来了 两个人正在电影院看电影 突然,小黑的脑海中想起了惊悚的音乐 可在电影院根本无法表演 女孩儿只好带着小黑离开 可就在开门的瞬间 一个面具男拿着刀出现在眼前 两人吓傻了 面具男一把抓住小黑准备杀掉他 可偏偏就在这时 女孩儿脑海中想起了快乐的旋律 可现在哪是表演的时候 管不了这么多了,救人要紧 拒绝表演的女孩儿瞬间感到一阵头痛 此时,面具男摘下面具 原来他也患有脑内旋律症 几天前,男人的脑海里突然想起音乐 可就在他准备表演时 不小心碰到一名路人 路人抓住他就要动手打他 来不及表演的男人眼看就要死掉 直到女孩儿出现,说帮男人报警 这才救了他一命 就是从那天开始 男人脑海里不管想起什么样的音乐 都不用表演 只要见到女孩儿,头痛就会立马消失 所以他才会每天跟踪女孩儿 现在,面具男要杀掉小黑 让女孩儿永远和他在一起 眼看小黑就要被杀掉 女孩儿忍着剧烈的头痛 立即冲上前一把将面具男扑倒 结果,面具男撞到座椅 直接晕了过去 死里逃生的小黑 跑上前一把抱住女孩儿 可下一秒 女孩儿就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他低头一看 发现自己竟然被小黑捅了一刀 小黑哭着向女孩儿道歉 说自己不是故意的 因为他的脑海里响起了杀人的音乐 他也是迫不得已 他不想死于这种怪病 女孩儿不敢相信 自己深爱的人竟是个渣男 下一秒 女孩儿就倒地身亡 可没过多久 女孩儿竟然又活了过来 原来他被小黑用刀捅死 符合旋律 他并不是真正的死亡 最后 小黑因故意杀人被警方逮捕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有时候人心并不能换来人心 屏幕前的女孩儿们 一定要擦亮双眼远离渣男